今年前三季度,我是经济指标全线飘红,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63.07亿人,同比增长8.3%,排名全省第一位,增速高于全国6.7%,全省6.9%,平均水平。 全市完成规模以上,工业增加值155.50亿元,同比增长10.9%,基本达到年度目标,排名全省第二位,第一、二、三,产业增加值为95.87亿元,283.83亿元,283.37亿元,同比增长为5.3%,9.3%和8.2%, 从前三季度主要经济指标实际完成情况看,我是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平稳较快,稳中向豪的发展态势,主要经济指标增长稳定,质量效益继续改善,居民消费持续升级,经济发展预期良好,农业生产,稳中有静,前三季度,全市完成农林牧鱼业,总产值158.10亿元, 同比增长5.5%,实现龙林牧鱼业增加值99.09亿元,同比增长5.4%,工业生产保持较高水平增长,前三季度,全市完成规模以上,工业增加值155.50亿元,同比增长10.9%, 增幅居全市第二位,其中大中心工业企业,完成增加值141.54亿元,同比增长10.6%, 从轻重工业看,仅工业同比增长18.4%,重工业同比下降0.1%,从工业主要行业看,电力,热力生产和供应业,同比增长8.6%,计算机,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, 同比下降10.2%,仿制服装,服饰业,同比下降3.4%,文教,工美,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,同比下降0.6%, 从用电情况看,全市全社会用电量43.47亿千小时,同比增长8.8%,其中工业用电量15.63亿千小时,同比增长9.6%,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扩张,前三季度,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33.86亿人,同比增长19.2%,增速比上半年提高3.3%,各百分点,在固定资产投资中,民间投资,房地产投资保持较快增长, 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73.83亿元,同比增长49.5%,民间投资完成投资338.92亿元,同比增长27.1%,基础设施投资116.04亿元,同比下降1.2%,工业投资177.27亿元, 同比增长1.5%,工业批改投资71.84亿元,同比增长6.1%,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提升,物价温和上涨。 前三季度,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,零售总额451.15亿元,同比增长9.9%,增速比上半年提高0.4%,各百分点。 从行业看,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407.42亿元,同比增长10.2%,住宿餐饮业零售额43.73亿元,同比增长7.0%,移到9月,全市知名消费价格指数,同比上涨1.7%,把大为消费价格呈现6升一降一瓶的特点。 其中,食品研究,居住,生活用品及服务,交通和通信,教育文化和娱乐,医疗保健同比分别上涨2.1%,0.7%,2.0%,3.0%,1.2%和3.9%,其他用品和服务同比下降1.0%。 依着持平,外贸进出口降幅收窄,利用外丝平和增长,前三季度,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132.70亿元,同比下降14.7%,其中出口61.80亿元,同比下降4.8%,进口70.90亿元,同比下降21.8%, 三项指标,分别比上半年收窄8.0个,5.8个和8.5个百分别,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8870万美元,同比增长3.4%,财税收入较快增长,金融大款增幅趋短。 前三季度,全市实现地方一般预算收入31.52亿元,同比增长18.4%,其中税收收入同比增长20.3%,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181.61亿元,同比增长19.6%,其中八项支出同比增长11.5%,9月末。 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有131.51亿元,同比增长15.0%,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财款余额431.70亿元,同比增长7.2%,居民收入稳步提高。 前三季度,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174元,同比增长8.9%,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403元,同比增长8.3%,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213元,同比增长10%. 三位日报记者,杨田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